腳踏套分,4,1,2,3,4,5,6,7 連著,就上去連著4,然後連著1,2,3,4再回來後,往5,9,7,再回到4點 然後再跟草官講說,八字水零,真無解釋,八叫你回來 回來是八股還是八股? 八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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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股 抽到尾只有這一段是八股,對嗎? 呃...不一定 你要回來的一定真的是八股 就好像緊急處置 比如說我飛到那一個點,飛完之後回來也是八股嗎? 對,就好像緊急處置方面來講的話 他不一定會在這個時候任務結束,他這樣子來問你 他現在有時候改變方向就是,在你飛行直行任務的時候 那種空間他就問你 然後最後的時候他叫你直行回來 這樣整個跑的方向都不一樣 就像之前要說,因為他沒有說的時間 因為跑的人太多了 你如果一本三十分鐘,一天只能考慮 那他們就是這樣能縮短時間的縮短時間 對,就是我們雖然是照書教,可是考試會彈性好 對 他不一定就是按照順序來 就像老師說的,突然在某一點就跟你講緊急應變 怎麼應變這樣 對,對 所以他想問就問你 所以緊急應變就是你們基本上是不是要考考 對飛機的原理 就是說 當你這個飛機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是你要回答 他再來有答案給你的判斷 他答案不是就是說 他不是的罪 就是照你 你不動的時候,你不應變的 跟他回答就好 就是你要懂得怎麼回答 他就好 不要緊張 對,他就是要你有反應就好了 對,一定會 一定不會答完整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對,沒有標準答案 對,沒有標準答案 對,對 所以是說你就好 像這個四軸 那你說他一個動力異常 你要怎麼辦 像你這樣 他連你剛才拖到二軸 對啊,對啊 對啊 我上面有講過,一軸壞掉就 那 他就是 盡量找空落地,然後降落 然後最弱 然後最弱 然後最弱前 把他打機動,關掉 避免撞到輪標 因為這不是六軸 這不是八軸 所以是說來講 OK 那 我知道你們聽得很模糊 到時候會一個老師 我是當學生 然後老師命令我飛 對,飛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再記住 然後你們平常訓練 可以像我這樣做一條麻繩 我這個去 去 去 然後這個繩子我就是 這裡 我一個節點 這本來是插釘子用的 我插那個錄影帳 釘 這個是很容易用的 然後 每三個 每三個一個節點 每三公尺一個節點 每三公尺 所以我剛剛拉線就是很快 看你們公司很多時候 這條就是六公尺 這條就是六公尺 對 所以剛好就是 這條十二公尺 所以我可以 大家假設就拉很快 因為它半徑是六公尺 所以一直來拉起來 一直來拉就很快 就不用再拿那個皮子 然後每個都要這樣 拉起來 所以我出發 我現在都在這個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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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大家退到後面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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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